今天上午7点到9点 有三趟从巴黎飞来的航班 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不少接机者一大早就在后继大厅 等候亲友的归来 现在是上午的7点40分 那么一班从巴黎飞往上海的航班 是刚刚落地 在我身边有不少家属正在焦急的等待 他说他爆炸前一个半小时 正好就在那个地方 所以当时我们还蛮担心的 然后包括他宾馆里边 也就3G网上不了网 昨天确认过 目前好像应该是安全的 因为他是准时应该是从那边起飞 王先生的女儿常年在巴黎工作 事发后他立刻和女儿通电话 确认平安 尽管表面上不善言辞 但是王先生在航班到达前半个多小时 就站在后继大厅最靠近出口的位置 等候女儿归来 有没有担心卡的贵人 当然了 担心了 确认的 他马上又 打电话过来的 8点左右 陆续有乘客推着行李走出来 回忆事发当晚 大多数人表示 尽管街道上不断有警车驶过 但是他们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第二天巴黎街上行人寥寥 机场铁路等的安检也比以往严格了不少 您住的地方离巴黎那边的话远吗 不远就在旁边 就在旁边的话 当时是什么情况 当时大家很紧张 但是实际上看不见 因为晚上你吓着了就不会再出去了 对您报道上是实际上的影响 直接的没有 直接的没有 交通上来说还是挺正常的吧 反正国际机场那边 我没看到有延迟的 没有延迟 它有那个边捷 加强了边捷 有很多人在排队 尽管人很多 安检的队很长 但整个的次序还是很紧的 东方卫视记者工程医上海报道